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娘漂亮啊 谢谢 新郎呢 他去买东西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好 那你们慢慢画 我在身旁等你们 好的 一会儿见 張一楠 你个大混蛋啊 上尾 多下头 。 be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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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慢走啊 有人接常来再见 注意安全啊 喂 客人马上到啊 做好准备 我马上就要到正光店了啊 以后请到阳光房 好嘞好嘞 是吗 收到啊 喂 裴总啊 嗨 对对对 都安排好了 您放心吧 行 行 没问题 好 就这样啊 大家快抓紧时间啊 来来来 好嘞嘞 好嘞嘞 请讲 请讲 今天红日已经被预定了 好 知道了 知道了啊 客人马上就要到啊 抓紧时间啊 对对对 好嘞嘞 请讲 喂 请讲 请讲 请记者马上到阳光房阳光 知道了 知道了 喂 哎 哎 好好好 没问题 对对对 就是这么说的 对对对 大家准备好啊 客人马上到了啊 拜托了啊 喂 您好 对 肯定的您 让您满意 您放心吧 每回不都是我吗 哎 好好好 好 没问题 您放心 就在这啊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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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知道了啊 好 知道了啊 那他们做好准备 我马上就到啊 哎 先生 您觉得我们这茶还好吗 好 非常好 谢谢您啊 不客气 一定要照顾好了啊 您太客气了 对对对 有事您就打电话啊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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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喂 不都说好了吗 您帮我别不放心 没问题啊 就这样 梅经理 哎 哎 老婆 您这幅地厅 安排好了吗 都好了 刚才他们给我打电话 说又要加 哎呀 你看我这脑子 全给忘了 我慢慢想 慢慢跟您说吧 行行行 咱先走 您是加了一桌 咱还得行调这些问题 不过你甭紧张 都帮我来负责啊 行行 好 我知道 他们那个菜都给我 都给忘了 好几个什么菜呢 你帮我想 哎 这啊 好经理 喂 你看我这个脑子 哎呀呀呀 哎呦呦呦呦 你看我这个脑子呀 真是的 哎呦呦呦 你还有来电话了 这一天一天的忙子 姜总电话 那就都拜托你了啊 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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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姜总您好 晚上啊给我个包房 没问题吧 哎呦 哎 我想想啊 政府金玉轩 哎 金玉轩现在 哎 客人挪到明天了 没问题 没问题 圆景有客吗 有 能不能让客人 和金玉轩换一下啊 不合适吧 人家是相亲宴 特别喜欢咱们这个圆字 哎呀 我是个相亲宴啊 我也喜欢这个圆字 不会吧 总经理要相亲呢 哎呦 那您可一定得 请我给您把把关呢 我跟你说 虽然我实战经验不丰富 但是多一个人 就多一份力量 而且我跟您说 千万千万别暴露您的身份 好经理 啊 不是您相亲哪 是我两个朋友的孩子 刚从国外回来 我想撮合他们 听明白没有啊 您吓我一大跳 我这手心手背都是汗 我跟您说 现在这女人可现实了 我就怕您上大 您都这岁数了 您能理解我这意思吗 没问题 别啰嗦了 就继续听吧 金龙玉女嘛 也挺好听的 你赶紧安排完 行行行行 官府套餐 对了 让咱们行政总厨曹师傅 亲自上阵 曹师傅在休假 您看张哲行不行啊 张哲 你都进了 你还打电话 我这不是提高工作效率吗 你提高花钱效率吧 赶紧安排吧 您放心 不过张哲还要出去买衣服去了 我马上叫他回来 您别着急啊 等等 您说还有什么事 这个季度 新菜准备推中餐还是西餐呢 方案出来没有 方案还没有完全出来 不过我们的意思 还是推出中餐 抓紧安排吧 好嘞 小姐 这件衣服还能打折吗 先生 已经打过折了 请问您有会员卡吗 嗯 我有 小姐 这件衣服我要了 哎 衣服我还没看完呢 你都看了那么久 还没看完呢 你管我看多久 再说了 给男朋友买衣服 你都没有必要那么着急吧 我给谁买官员什么事 喂 喂 老爸 讨计你 什么 相亲 太搞笑了吧 好 小姐 衣服不要了 我爸也真实的 江叔叔你好 艺南啊 都长这么大 这叔叔快不认识你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党总房地产的大老板 叫党叔叔 党叔叔你好 你好你好 这是党叔叔的千金 凌珊小姐 你好 凌珊小姐你好 和你一样 刚从国外回来 不过你是从法国回来 人家是从美国回来 你是搞西餐的 他是搞艺术的 江山叔叔没有 江叔叔 来来 坐坐坐 哎呀 凌珊啊 艺南爸爸 可是台湾有名的商人啊 在大陆有很多投资啊 跟你爸一样 都是我多年的朋友 所以今天江叔叔在这设宴呢 两个意思 一个是为你接风洗尘 一个是觉得你们俩 各方面条件都比较般配 叔叔这辈子也没当过红娘 也没尝过当红娘的资本 能不能满足叔叔这个愿望 就看你们俩了 党小姐 初次见面 这是我从法国 给你带回来的礼物 法国香水 不用不惯这个派子 这 党小姐果然是艺术家 很有个性啊 很有个性啊 这个 他有个性才有创造性啊 是吧 服务员上菜啊 刺烧鹅 快点快点吃人去菜了 飞松入局干贝 刺烧鹅 黄家线 � Robert 金oohin 海蚂蚁 双 replay 蛮丕 官府满檀香 五股封灯 鸡鱼鱼香菜 合香一品素摘 各位请慢用 来来来 尝尝我们会所的主打菜 尤其是你们两个年轻人 常年在国外 难得吃到正宗的中国菜 今天咱们这叫官府套餐 是我们总厨张哲师傅亲手做的 张哲这祖上可不得了啊 听说他们家是清宫的御膳大厨啊 皇上每次出访谁都不带 就把他带在身边 真的假的 当然真的了 不信你尝啊 而且我听说 张哲师傅祖上留下了一本御膳秘籍 御膳秘籍 真的假的 什么真的假的 江厨师说的你还不信呢 是是是 我也听说 来尝尝 怎么样啊 太好吃了 我要去拜拜这位厨师 不是 我把他叫来就行了吧 凌晨 这还得让我灌得不像样了 小心 都什么时代了还相机 找什么定夺的相机 照明里我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 这没有什么的 党小姐 抱歉抱歉抱歉 您您 我 怎么 你们 说中文 您不在金玉厅用餐 您是不是找什么地方 方便 厨房房不方便 厨房方便 厨房 大家用餐愉快 姜总 还需要别的什么吗 小梅 上铁铁 上铁铁铁铁铁 我去卫生间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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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说好吗 就跟我解释这一次好吗 就这一次 你看 那位就是张师傅 就是今晚为你们做相亲宴的大厨 厉害啊 哇 妹妹 美女儿 是你 是你 你 你们两个人认识啊 是啊 我们还很有缘分呢 小飞 这个人不能进来 把她给我轰出去 不要这么凶吗 你的妹妹那么欣赏你 欣赏什么欣赏 把她给我轰 你干吗 没关系没关系的了 我的果爹 跟你讲随便了 她都好了 什么随便你 她是挡 挡 挡什么挡 我挡出去 原来是同行啊 同行 哪家餐厅呢 餐厅 纽约世界艺术餐厅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各位久等啊 江总对不起啊 快快 行行行行行行 军队你们慢走 董总 有空你可常来 来干嘛来 相亲哪 开车 一楠 本来姜叔叔安排得挺好 你看 行了 那姜叔叔就不送你了 好经理 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情 您说 能不能帮我把香水给梅经理 您和梅经理认识 是朋友 谢谢 那个当孝敬为啥能在厨房得办个多小事 平时咱们都难得进去 张师傅没锁他 还夸他呢 锁他叫木槿子 真在家里 知道我都没听到 你给我说说吧 听说男青党的姑娘就拿着校导 卡卡两下就两下 那裹雕就变了 丑小丫就变成了白天鹅 张师傅 张师傅就傻了 哎呀妈呀 这雕工 十里八村就一个 蝎子拉死 多一份 我还听说和那个当孝姐 详情那个男汉还是太晚了 是吗 梅经理 这是刚才师范的张先生 要我送给你的香水 我 真奇怪了 张先生自己来相亲 怎么会送给你香水呢 哎 郝经理 我听说那个来相亲的党小姐 是个留学生啊 对 是在美国学艺术的 学这个啊 啊 视觉艺术 视觉 对了 纽约视觉艺术学院 哎 您问这个干什么呀 啊 没什么随便问问 哎 行 那您帮您的 哎 赵苏王 这兜法神了 神什么神 有我神吗 给 圆景听了 怎么了 小门啊 客人让你生气了啊 别生气了 改天请你吃个饭 省省吧 又是会所 我可不想当你的试吃员啊 给你看看好东西 就是那家餐厅的裹雕石刚才雕的 叫什么来着 纽约艺术视觉餐厅 不错吧 不错嘛 自己吃去吧 别忘了买机票 吃错药 我又没得罪你 小梅 小梅 我送你回去好吗 你听我解释好吗 我当初不是不意要伤害你的 你让开 我当初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 你让开 我当初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 你让开 我不想听你解释 你让开 我不想听你解释 你让开 小梅你听我解释好吗 我当初不是故意 你让开 你让开 没事吧 没事 你小子欠揍 好了 没事了 走吧 你 不要让我遇见你啊 走了 喂 爸 喂 爸 一南 明天订机票回台北 爸 我这边有急事啊 我不能回去 什么事情比爸爸这边还用急啊 是不是个相亲的那个打小姐 当然不是 不不不 是是 是她 我听江南说 那个打小姐还不错 不是那件事好吗 是我想帮江叔叔办点事 不是不是 是江叔叔找我去帮他办点事 是这样啊 你要做 那就要好好做 好好好 没问题 好 再见 喂 江叔叔你好 我是一南 我有件事想办法 小梅 你跟昨天那个男的认识了 要不然我揍他 你干嘛拦着我 不要提他好吗 看来你们真的认识啊 哎 短了时间了 姐怎么没说过呀 我拜托你不要问这个事情好不好 哎 跟老同学有必要这么保守吗 你真不够哥们 没经理 没经理 请到阳光房二旁 好 收到 收到 真的是热脸贴冷屁 好经理 你找我 我找您有点事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西餐部新来的经理 张艺南 人家是在法国学习西餐 专门研究西餐制作的 这位是我们餐饮部的副经理 梅梅 请多关照 请多包涵 哦 对了 你俩认识的 昨天晚上张先生还委托我 把香水送给梅经理 那好 你们聊你们聊 江总长我还有事情 你们聊啊 哎 好经理 我跟你说一下面面菜 是你 是你 西餐部经理 张艺南 喂 我马上就要到啊 还看不明白吗 喂喂喂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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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吧 你想让她明白什么呀 明白我们的关系啊 我们的关系 你跟她不是那种关系吗 我们什么时候那种关系了 没什么 就借你一手用一下 喂 这可是专门传情中华厨艺的手 再说了你 想记也不是先打个招呼 弄得我特被动 华同学 你不愧是队伍 行了 我只不过是做个样子 让她看看 想俩的去了 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你跟她 你们两个的事 老爸我家的今天干嘛 对不起啊 我只是不想让她来烦我 情绪这么不稳定 到底演的是哪一出啊 没事 谢谢啊 喂喂喂喂喂喂 说说来吧 幸福你可以一个人享受 但痛苦我可以帮你分担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张哲 其实 对不起 为什么当年那么对小美 为什么那么喊 你给我说清楚 与你无关 要不是因为小梅 你以为我愿意听你的烂事 是小梅叫你来的吗 小梅 小梅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以后给我离她远一点 这中餐部怎么就会弄这东西啊 他们还有没有点新现代啊 不是江总 这个手艺不是一两天就学得来的 突然让他们改变 这就是凤凤变成绩 也得需要个过程啊 刘先生是咱们的会员 是京城有名的时刻 嘴雕掩野雕 他最讲究就是秀色可参 你老拿这东西给他 他能高兴吗 有了有了 江总 您想啊 灵珊是学视觉艺术的 不如我们请灵珊来帮忙 让张哲负责美味 灵珊负责美色 不是就是说他 他会弄得很艺术 您觉着呢 可以考试 太好了 张小姐 受江总的指示 我们特地来邀请您 忠心思想 就是帮助我们的果雕 更上一层楼 什么 果雕 对啊 果雕要给我用心做 果雕要给我用心做 会所比大家都喜欢 下个果洗干净一点 可以说是人人沸腾啊 知道吧 这一点啊 我请您可以问张师傅 对吧 张哲师傅 你看张师傅没有否认吧 其实张师傅比谁都沸腾 他疯人便说还不适少 对不起 我不适合这份工作 我是学习视觉艺术 又不是学习果雕 可是你上次雕得很好嘛 那只是随便玩玩 那 那您再玩玩啊 玩不起 适陪了 不是玩不起 是玩不动吧 果雕也是没艺术 艺术不分大小 只有高低 好啊 出你这句话 我让你看看什么 行行行 我代表张师傅 向党小姐表示重心的感气 代表您自己就行了吧 好笔啊 行 那怎么还一支笔没有关系 好经理 麻烦你尽快把这些东西给我备起 好好好 马上回 党小姐 你这写的这是什么呀 什么世界艺术 这是做五金工艺吧 我不是做五金工艺 这些东西确实都是我需要的 你放心好了 我真的很少认识 好 怎么样 从来没见过这么伟大 这么艺术的杰出作品吧 这也叫艺术 你到底懂不懂啊 这叫后现代艺术 西方歌是很流行的 还后现代艺术 这就一瞎胡闹 什么叫瞎胡闹 你到底懂不懂啊 我不懂我可以学 但我不会像你不懂装懂 你今天是个劳图 我图 我再图我也不会把这个破坏人 拿到我们中摊部给看什么吃 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对牛弹琴都比对你说话容易得多 我做牛做马跟你没关系 麻烦你马上把这破坏人给我拿走 我跟你讲 我们中摊部欣赏不了 自己回家拿去生活 拿去艺术 再见 胡宋 我觉得我们下一阶段应该要这么做 灵珊 你怎么会在这儿 问他 那个灵珊是我们请来到中摊部 做菜肴装饰的 这个装饰品能不能让我看一下 看什么看 有什么好看的 你看得懂吗 懂不懂 看看看什么 档小姐 这就是您的艺术作品哪 对 比我们街坊铁匠舞的少一会儿可差远了 材料普通 但风格特异 有一种后现代的艺术特质 我想他们一定会喜欢这样的作品 好经理 这个作品 我们西餐不要的 你要他 这 这个能用吗 我们可以做烤牛肉 不知党小姐的意见 谢谢江经理 慧眼识珠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有点急报 今天呢在长江中下有两岸气氛的差点 十五度左右 向安徽湖北的长江里面移居下 女儿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你江叔来电话吧 说你跟那个姓张的厨师讨价了 嫂子怎么穿那么快 不是吵 是谁也看不上谁 是不是你做错什么事了 不是 你也没错 他也没错 就吵起来了 奇了怪了 这是 艺术观点不同 你们俩不就弄个菜吗 还提高到艺术高度了 老爸 做菜是门艺术 给菜做装饰也是一门艺术 你行行行 别生气了啊 我压根啊就没怎么生气 我还白操心了 对了 你江叔来电话跟我一句道歉 怕你生气回家跟我这又炒油闹的 老爸 注意用词 什么叫有苦有闹 至于吗我 张哲那个小子啊 说话直来直去 懂就是懂 不懂就是不懂 说话呢也不藏着掖着 我挺喜欢这样的 老爸也喜欢 直来直去 跟老爸的性格一样 您 您还直来直去呢 瞧您刚才跟我说话 绕了多大一圈子啊 有时候回到我这来了 行了 不说这个了 女儿 这心理天是你生日 想要什么 想要 说 就想让老爸陪我吃个饭 下回您就别这么客气 打一个电话 我肯定有时间陪着您来 一般张手我就在那打乒乓球 每天都锻炼的 您看点路啊 小心点 张师傅 党小姐找您有点事情 什么事啊 她想跟您学习 一道菜肴的做法 那不是我都跟您做 现在不是休息时间吗 您帮帮忙吧 经理 办公室有事 请马上回来 知道了知道 好了好了不要打了 就这样了就这样了 回头我请你吃饭啊 请你吃饭 想吃什么菜啊 我时间宝贵啊 那我就挑一个简单点的吧 那个和论论差不多的 叫什么来着 不会是满檀香吧 对就是满檀香 满檀香是我们会所的招牌菜 一般不乱传 一般人你学不会 不叫算了 我找你们行政总主角 太好了我解脱了 反正你们家那么有钱 干嘛还要大小姐亲自下厨啊 今天是我生日 我想亲自的下厨 给我爸做一道菜 千金小姐也那么孝顺啊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 当做千金小姐 好吧 满檀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成统名菜 并也含着中华美食的文化精神 用料和你讲究 制作工序也很复杂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那你把配料告诉我 然后再把制作工序告诉我 小姐没有那么简单 就算我把配料全部告诉你 你也做不出正宗的味道 那你就是瞧不起我了 不是瞧不起 做菜需要灵性 凭的是感觉 不是按菜谱上说 先干嘛后干嘛 什么材料放一勺 什么材料放两勺 我明白了 这就好比谈恋爱 如说你看了多少恋爱小说 你就一定会把对方追到手 你是在说好经理啊 好经理这样的人啊 我可没说啊 我可什么都听到喽 你别瞎说啊 他会扣工资的 你别瞎说 你要是对不起小梅 我绝对饶不了你 我绝对饶不了你 哎呦 朗总 早到了 朗总 这是我儿子 朗旭东 朗叔您好 我陪我爸特来为林山小姐过寿的 过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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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是我女儿林山的生日 大家吃好喝好啊 来走走走 高兴一点啊 喂 有这好事 好 你等一下啊 女儿 老爸有时间出击一下 就不陪你过生日了 老爸你还没送过礼物呢 改日给你补上啊 那再吃好喝好啊 喂 唉 我马上到啊 好好好 你早说给真实 嗨 服务员 快点蜡烛 快 许愿吹蜡烛吧 嗯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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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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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上菜上菜上菜 自己来自己来 别呀 你胳膊肯定没我藏 还是我来吧 今天晚上啊 我的任务啊 主要就是给你加菜 一般人啊 我还不伺候他呢 服务员 能不能把你们主厨叫来 小姐 你有什么事吗 我 对不起小姐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的厨师 一般是不出来见客的 我们党小姐想见厨师 怎么就不行呢 除非是菜有什么问题 否则的话 你别较劲 这菜就有问题了 告经理 告经理 麻烦您带张哲师傅来 有什么问题呢 没什么没什么 菜很好 好什么呀 这菜就是有问题了 你快去 把你们主厨叫来 不然我投诉他 你要不去 我连你一锅端了 这位先生 让顾客满意 是我们吃高无上的责任 你有什么问题 你慢慢说 这是我们的主厨 张哲先生 什么问题也没有 无理取闹 先生 您觉得哪道菜有问题吗 这道 这道 还有这道 是口味不合适 还是 他舌头有问题 门引力 先出去 这位先生 您觉得哪道菜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我哪知道啊 我走了 张师傅在出面解决问题的时候 自己本身存在了很大问题 我这态度没有问题 表情严肃就是态度问题 宾至如归怎么讲啊 就是客人到了咱们会所 如同回到自己家一样 哪怕这个人 是诚心来搏乱的 我们要笑着把他请出去 张师傅我说的对不对啊 对 对你就要承认错误 是 你这板着个脸 这是承认错误的态度吗 我错了 你错了 那你笑一个 你这个笑很欠尺度啊 建议您买个镜子 回家好好练练 我认真看了餐饮部提交的可行性方案 自从张艺南经理商人以后 西餐部的经营有了很大起色 流水日渐增多 所以我决定 本季度 推出新菜 以西餐为主 江总 在总体的客流料上来说 中餐是远远超过西餐的 我建议推中餐 主推西餐 我是经过慎重考虑有所权衡的 既然这样 那下个季度就要全部推出中餐 那可不一定 西餐和中餐不是看个人爱好 而是看业绩的 起点低 业绩当然高了 好了好了 这个江总 您看这样好不好 咱们搞一个PK 谁比赛胜出了 谁来主推下个月的新菜 怎么个批法啊 让中餐部西餐部 各出一名厨师 比做三道菜 谁赢了呢 谁主推本季的新菜 好啊 中餐部我来 西餐部我来 中西餐PK赛现在开始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参赛选手 一面是中餐代表张哲 一面是西餐代表张艺南 你们两个人要进行三项比赛 选用的食材都是一样的 希望你们用中餐西餐 两个不同的餐饮派系 做出更加美妙的食品 那么比赛开始 祝你们两个人取得好成绩 第一局比赛 为你们提供的材料是鱼 鱼 这两道菜呢 各具特色 同样是道鱼 但是中餐选择的那个名字 鱼越龙门 除了色香味俱全 他很具有中国人的寒韵 他的寒韵很深 所以我选择中餐胜出 祝贺你啊 下面进行第二项比赛 第二项比赛选择的素材 是我亲自为你们挑选的牛肉 这道菜不错啊 嗯 对 中餐西菜炒牛柳 这道菜色香味型都不错 但是没有心意 最欠缺的一个环节 在牛柳的加工过程中 水跟淀粉没有降到牛肉里面去 所以使它的口味欠缺 张经理的西式加牛扒 这道菜处理得很造味 火候方面也掌握得恰到好处 外面焦黄 里面呈粉红色 这是牛扒的最佳效果 所以我选择牛扒胜 好 下面进行第三局比赛 也是本次比赛的最后一局 决胜局 我们比的是做炒饭 好 是 好 越普通的食材越难做出好菜 要想做好也是最难的 今天这两位参赛者 可以将两个最简单的炒饭 做得这么好吃是非常的难得 我宣布两人打赢 改天我们再比一次奉陪 江总PK打了个平手 要不要再比一次啊 不必了 那您的意思是就各推十五道菜 你每天不浪费我点手机费 你是难受是怎么着啊 不是 但是我这不是提高工作项率吗 那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中餐推出十道 西餐推出十道 各推十道菜 那剩下十道呢 中西合璧 中西合璧 因为咱们的中餐西餐 各举优势都很强 所以我希望中餐部 西餐部抛开分歧 求大同存小意 共同研制开发出一种 中西合璧的菜式 江总啊 领导就是领导 总能在关键时刻 从大出着眼 从小出落笔 行啦 别拍了 再拍菜就糊了 赶紧安排吧 江总 其实我还有一个 不太成熟的建议 说 自从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吧 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不光在物质文化生活上 有提高 在精神文化生活上 也有提高 您就拿这吃来说吧 不光说要吃饱吃好 而且在这个菜肴的装饰上 也要求很高呢 所以我 所以你父亲在你小的时候 没把你从你学说向上 是他一生所犯的唯一一个错误 哪里啊 所以吧 我记得应当把林珊请过来 让他帮助我们 在菜肴的装饰上 多做文章 林珊行吗 上回来不是把张哲给气疯了吗 可是他上次做的那个 后现代钢板 中餐部是不喜欢 可是西餐部喜欢呀 那些青年人 简直爱不释手 这么大的事江总会不知道 这么大的事您也没跟我说呀 我现在不是跟您说了吗 要不请林珊过来到西餐部 我再考虑考虑 好好好 那我征求一下林珊意见啊 好 好 林珊啊 江叔来电话了 想请你去会所工作 做研发部副经理 好啊 经过慎重考虑 我决定 任命林珊为研发部副经理 专门负责心菜装饰这一块儿 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多多沟通 多多支持林珊的工作 郝经理 一会儿带林珊各部门转转 手里手里情况 您放心 我还有事儿 先到这儿吧 好 江总慢走啊 我代表西餐部欢迎你 希望林珊小姐 可以对我们的菜品装饰 多提宝贵意见 谢谢 我代表我个人 认为中餐研发新菜 应该注重实质内容 而不是注重表面文章 张师傅 你的话我不完全同意 我们有责任为客人提供 精美的菜肴 包括菜的装饰 对 做菜对于我们来说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让客人满意 但如果想让客人满意的话 必须我们自己先满意 我知道你学过辩证法 这个具体业务问题 我们会后再讨论吧 散会散会散会 散了散了散了 林珊不好这样说话的 知道吗 林珊我跟你说呀 你看今天这个天 今天这个天可真好 你看看 那么多的太阳 林珊你不能这样啊 这张师傅不是对你 真的我也没关系 有些话当面说出来 总比背后嘀咕也好 那是她是冲着张经理说的 你想想咱们店本季度 不是推的是中式的新菜吗 结果就剩下十道了 就那十道还是江江沾上 你怎么不理解呢 那 那是不是因为过生日那天 让总这里改变了主意啊 依我和江总这么多年的 工作关系考虑 她这为人不会那么狭隘 总之吧就是张师傅在会上吧 她这太这 这没法讲了 琢磨吧琢磨吧 别生气了啊 别生气啊 啊 你来干嘛 我真正过来找你啊 有事吗 那天过生日都是我不好 让你生气了对不起 你没有错 那个小鲁她有点缺心眼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别生气了好吗 我没有生气啊 真心话 我从来不说谎 那我再问你个问题 你也不许生气 不说钱就成 好 你和小梅什么关系啊 我和小梅 我 我和 那我当时要问你 你跟一男是什么关系 我 相亲那天我一直在厨房跟你在一块 你还问我 但我没问 其实我跟小梅只是同学关系 但是她跟一男倒是相处过 怎么不会这样 那你希望怎么样啊 我 我 我当然希望这样啊 送给你 喜欢吗 你知道吗 你就像我没她 你 对 你 我 你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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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配合张哲师傅 在厨艺上做到精益求精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张哲师傅有没有信心呢 有 张哲 如果你愿意的话 大赛的形式创新 就包给我了 不用了吧 我可最喜欢创新了 我知道你很喜欢创新 但是我很担心 你的创新能把评委吓死 我除了会做后现代艺术 我还会很多很多 你还会做后现代艺术 拜托了 真的是欣赏不了 那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好了好了好了 等到时候我再通知你 那菜谱你讲好了没 还没有 我要跟我爸删了一下 你爸 你爸是厨师 不是厨师 但是他手上有一件 比厨师还重要的东西 那我们还在这里干吗 赶紧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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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余 temps 好 好 好 OK 我余 thought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小梅 你是我生命中 遇到的最好的女孩 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就像捧个红蜡烛 一只小小的红蜡烛 不管明天有多少风风雨 我都会轻轻地和你 永远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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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在这儿 你在听我们的歌对吗 我知道你跟我一样 还是忘记不了我们的过去 我不奢求什么 我只希望你能听我说完 我知道 当初说我没有遵守约定 伤害到了你 但我来到这儿 就是想向你赎罪啊 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呢 虽然现在我天天都能看见你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距离 越来越来越远 我只能看着你 却一步都不能向你迷进 小梅 我求求你了 你能原谅我吗 我们能重新在一起吗 小梅 hod 好 清空预先的涣妹配发 爸 一定给我嘴啊 爸 怎么了 我要去台湾 去台湾 咱们祖上 把这大清御膳传下来的时候 是上下两卷 下卷在我哥哥 也就是你大爷的手上 他在台湾呢 这只有半套鞋 我呀 一看见这个玉扇谱 我这心里头就发酸了 我想我哥 我想他呀 老爸 您放心 等我一比完赛 我马上陪您去台湾 找我那个大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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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看来我这月用谱点错了 是点错了 这到经过改 买凉的菜味道确实不错 但好像欠缺点什么 我觉得你可以再仔细琢磨一下 这个密集书手上只有上卷 每一道食谱都不全 缺少了两位关键食材 现在这道菜里面 我听见了其他两位食材 要是能找到夏卷就好了 据我爸说夏卷在台湾 夏卷 台湾 检查一下 关于这个苹盖的魔术 没问题啊 你确定没有问题吗 确定 确定吗 确定 你真的确定吗 不后悔吗 不后悔 看好了 一 二 三 五 一样子明白吗 不后悔 太厉害了 你怎么会那么多魔术啊 因为我家里面有一本 魔术秘籍 是吗 对 但是有一样更厉害的东西 不知道吧 什么 是一本走不传的 御膳秘籍 真的吗 对啊 是我爸爸告诉我的 不要告诉别人 嗯 好 他在你这么乖的份上 再给你变一个最后一个魔术 太好了 这是一个小心对不对 他怎么可以带动我的心呢 对不对 我要给他变一个更大的心送给你 好 我就把他这么 嗯 嗯 手给我 你好 你好 你好了吗 好 嗯 你相信他会发生什么奇迹吗 什么奇迹 那你先帮他打开看一下 一 二 哇 我已经把我的心都送给你了 小梅 我爱你 张经理 小梅 有事吗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们家有一卷亲共食谱是吗 有啊 怎么会突然想起来问这个 能借我吗 借 有用吗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 方便方便 但是我想 你如果你有什么要求 那就不麻烦 不麻烦 但是我能不能知道 你要用他做什么 因为张哲 你怎么会以为 我有那么大的度量 那就算了 我就是有这么大的度量 因为你 谢谢 你怎么和我这本密集啊 你从哪儿得搞来的 你先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嘛 就是这个 你从哪儿弄来的呀 你快点告诉我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对我家来说也很重要 对你家 对 这密集是属于我台湾大爷的 大爷的 大爷 对啊 你快点告诉我 从哪儿来的呀 张艺南啊 张艺南啊 张艺南 张艺南 哥 你叫我 好 叔叔 赶紧起来 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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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坐吧 来来来 坐 坐 来 叔叔坐 好 来来 坐这儿坐这儿 好 行行坐 叔叔坐 坐坐坐 咱们这一家子呀 嗯 聚在一起不如意啊 嗯 想当初啊 咱们的老祖上 也就是我爷爷的爷爷 你们老爷爷的爷爷 嗯 当年是朝廷宫里边 预算房的大厨 嗯 爸 您就别再绕舌头了 这些我都跟我哥说过了 嘿嘿 你爸爸今天不是高兴吗 我知道您高兴 用我们好经理的话说啊 您是在沸腾 就是特别激动的意思 嘿嘿嘿 嘿嘿 那侄子 有女朋友了吧 哪天领假呢 让你舍舍看看 我现在还没有女朋友 啊 还没有啊 多儿大吉了 该找了啊 对 还有你 啊 也得抓紧 其实弟弟已经有女朋友了 啊 啊 又 谁啊 其实小梅她人挺好的 小梅 我跟她只是同学关系 我们是老同学 纯同学关系 同学 啊 那你跟林山 你可以啊 林山爸爸的事业很大的 我跟她还说不清楚怎么回事呢 大款的女儿啊 那咱们可不能要养不起啊 听你爸爸的 赶紧把她给辞了啊 妈 八字还没一撇呢 啥儿子 你要是有了那一撇 再想辞就来不及了 对 好好好 妈 爸 明儿个我就把她给辞了 您二老可别后悔 她们家可是相当有钱 钱算什么呀 啊 钱乃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 三十年何东三十年何西 看不见 爸 咱们不说这个了 我尽数入神的一杯 好好好 干杯 干杯 嗯 哥 嗯 有件事情我想问你 原本今天是我们相认的日子 不该问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问吧 两年前为什么那么对小奶奶 我真的不理解 我的心脏有问题 扩张性心肌病 就是我的走心时 心肌松弛不够有病 在跟小梅拍摄昏渣的那一天 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知道了病情有多么严重 我只能用那样的方法离开小奶 回到台湾后 医生也是在用药物 一直为我治疗 那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应该没有答应 你应该好好休养 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 但是我认为 休养不一定就是在病床上浪费生命 后来 你没再联系小梅 因为我不想再伤害她 直到那天相亲的时候 我才遇见她 其实小梅心里一直都在爱着 不然她不会那么整 也许是恨吧 恨也是因为爱 可是我一直让她解释她从来不听 没关系 我帮你解释 小梅 我跟你说 当年我哥离开你也是迫不得已的 她突然被查出有扩张性心疾病 这种病 有心脏病的人是不会那么绝情的 不用提她编了 知道你们传统好 我真的是听我哥说的 她的话你也信吗 一开始我也不信 我觉得她根本就不像有病的人 但是 但是你们现在是兄弟 对吗 小梅 我的话你也不信了 你不觉得这个理由编得太烂了吗 很像电视剧 我只是希望你给她一次机会 我凭什么要给她一次机会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知道你说的不是心里话 如果你爱她 就给她一次机会 如果你已经不爱她了 那就当我没说 这次的味道比上回好多了 但是烧感不足 没办法 根据我们现有的材料 只能做成这样 什么意思 下卷中 每道菜谱的关键食材中 都有空白点 没有写出来 为什么没有写 也许为了保密吧 也就是说 我没有破解的办法吗 也不是 秘籍里提示 那些空白字 暗藏在一份奏折里 奏折 什么奏折 乾隆三十六年 皇帝在地毯正光殿 预辟的奏折 别急 我爸爸手里好像有一份奏折 那万一要不是呢 万一要是呢 女儿干嘛呢这是 家里进贼了 怎么虽然动我东西啊 老爸 您那是不是有一份清朝奏折 有啊 干嘛呀 你又不研究历史 会所急用 是这东西吗 不是 确定吗 要不要个放大镜啊 当然确定 烧枝鲍鱼添加煤炭 这不开玩笑吗 灵珊 你 你家还有没有 别人的奏折呀 就这一份 虽然密集有重要保留 但是我们还是从中 找到了一些宝贵技术 比如火候做工 悬料上都有很精趣的注解 我跟奏折的事再说吧 现在离大赛还有三天的时间 密集是指不上 还是按咱们既定的方案进行 江总 来试试我们的珍珠奶茶 怎么了 还是找不到配方吗 曹师傅说这样也不错 只是我觉得应该可以更好 要不要试试加入西餐的调味料 能行吗 可以试试啊 好 走 江总 您看这两个人 一胸一地一中一西 两个人团结协作 这不就是典型的 中西合璧吗 古为今用 杨为中用 没错 这句话今天算用什么 那您觉着这道菜 我看咱们这道菜 就叫龙袍 珍珠 龙袍玉珠 龙袍玉珠 再加上花开富贵 鱼米之香 江满崽而归大展鸿铜白玉珍藏 笔下山葵玉龙鸳鸳鸯丸 江总 这简直就是中华玉膳大团圆哪 江总您起名字总是那么富有诗意 打住打住 你赶紧找灵珊 让她在装饰上再下点功夫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美食频道的主持人李渝 现在呢我是在餐饮学后的比赛大厅 就能做现场的报道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三轮紧张激烈的角度之后 第九届中华传统厨艺青年厨师全国大赛的冠军 马上就要揭晓了 那大赛冠军呢将会在16号张哲与179号姚远两位选手中产生 那16号的张哲是来自北京会所的厨师 现年24岁 179号姚远是来自上海美丽东方大酒队的厨师 现年26岁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专家评委正在做最后的合分了 那这次大赛的宗旨是 推出新年弘扬中华传统的美食 好 专家评委的分数已经出来了 第九届中华传统厨艺青年厨师全国大赛的冠军是 霍江泽是16号张哲 好 专家 好 专家 老师 恭喜你 恭喜 专家 恭喜 专家 恭喜 好专家 恭喜啦 谢谢 谢谢 丁山呢 这两天一直都没来 不舒服啊 不是 好像是她爸爸的公司出事了 什么事啊 据说是 美国的一个股东突然撤资 他们家公司一下子就垮掉了 那临山她 她 对了 不舒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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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厉害 不舒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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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梅 小梅 工作的事明天到会所再说 我只想陪你走走 我不需要 小梅 我只想陪你走走 什么都不说 我不需要别人陪我 我习惯也陪我 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啊 我不想改变 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固执呢 张经理 我想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你自己吧 小梅 我只希望你快乐 我希望我可以看到两年前的小梅 张艺南 我求求你放了我好吗 我不可能再回到两年前了 我们都回不去了 你知道吗 你这样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我真的快要被你逼疯了 你知道吗 我 两年了 我都没有真正的笑过 我每天一天 脑子里浮现的 却是那天 才会下电的情景 穿着会上 一个人站在大街上 我像个傻子一样 你所有人都看着我 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我不知道没有你的日子 我该怎么过 可是 我还是在等你 我还是相信你说过的每一句话 我封锁我的内心 我不能再接受任何人了 不知道你伤我有多深吗 现在 我的生活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了 你为什么又要突然闯进来 为什么要打破我的生活 你的爱 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我决定了 我以后不会再骚扰你的 请相信我 请相信我 祝你幸福 神经病 我睡觉吧 你怎么懂 有点儿 我得哭我 就听不懂 你自行 她是负草的 你好 你怎么可能 你自己看着 你怎么可能 你自己看着 现在是什么 我不太要 林珊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你 也很欣赏你 你有权利选择更好的未来 林珊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 我从来不撒谎 张哲 你是一个好人 我不想让你因为我 而失去你该有的幸福 也许我比你更了解幸福的海 幸福对我来说不是金钱 也不是地位 而是与你在一起啊 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把你的心交给我 走 跟我来 陪我打球 陪我打球 不想打 凌珊 你家里的事情 张哲对我说过 我们运动员也有过同样的处境 因为失利 心情很糟糕 压力非常大 结果怎么打也打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 最主要就是战胜自己 战胜了自己 就战胜了对手 体育比赛很残酷 其实人生也一样 一次偶然的实力 对你来说 对你爸爸来说 也未必是件坏事 乔丹说过 我可以接受失败 但无法接受放弃 小妹 这句话送给你 也希望你把它送给你的老爸 何大哥 我懂了 等我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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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吗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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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 我好急想接你啊 你现在是个大忙人了 我快老家不起 结果那我开玩笑了不是吗 舅舅舅妈的身体好吗 很好 一南 对你的身体怎么样 好啊 前几天 舅软在那边做的心脏超音波 医生看完之后 希望你回去做个全面性的检查 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啊 没什么问题做什么检查 检查一下 总是比较安心嘛 有这个必要吗 我身体这么好 况且西餐现在很受欢迎的 一南 身体怎么样 都比工作重要 我身体很好啊 即便我已经替你买了 明天就回去吧 退了 可是 我都跟医生把时间约好了 如果你不回去 我怎么跟他们交代 姐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 跟老太婆似的 一南 一南 有件事 本来我不想马上告诉你 但是 早晚你也会知道 好 姐你说吧 我没有那么脆弱 主治医师 要你回去做一个巴提斯塔手术 也就是做心肢解荣术 这个手术 需要暂停心脏功能 所以有一定的生命危险 你都知道了 这是我从医学杂志上看到的 但是 你根本不知道 我自己也要做这样的手术 一南 手术没那么可怕 姐你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 但是在这之前 我有一件事情 必须要去办 什么事情 需要我的帮忙吗 不用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您关机 是 您的记者 您拨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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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朋友吗 姐 你还是把姐 Faster 退了 易女 你的手术是不可以拖的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好 生病 不用表示 就要在病床上浪費生命 所以說明 你是一個堅強的人 你是一個熱愛生命的人 如果你真的愛著那麼厲害 就應該為他而堅強 為他而迎接生命的這個挑戰 需要好好地活著 才能夠好好地去辦 需要先愛自己 才能夠去愛其他的人 回去的事 再自己好好想一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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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梅小姐嗎 您是 我是一男的表姐 一男今天坐了十點鐘的飛機回台灣 寫個信 在他手之前要我交給你的 好 謝謝 其實一男這次回台灣 需要動一個手術 有可能會回來 也有可能不會 一男對你用心很深 希望我能夠圓圓還做的一切 小梅 當你讀到這封信的時候 我正在去台北的飛機上 也許三五天就會回來 也許回到另外一個地方轉一轉 有件事情我一直想要告訴你 就在拍照那天 台灣的主治醫生突然通知我 說我的身體根本不適合結婚 所以我只能選擇那樣的方式告別 我想對你解釋 但是你一直躲著我 對不起小梅 因為我太愛你了 所以我不想拖累你 也許是我在自作多情 但是我真心希望你能夠幸福 不管明天發生什麼 不管我在哪兒 我都會 我永遠 永遠都會祝福你 一男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彪姐会帮我送过电话 那你今天走得了吗 已经改到下一个行吧了 其实这两年我一直都在等你电话 你为什么都不打呢 小妹对不起 我一直都是很想给你很想给你打电话 但是我觉得我不能那么做 那样对你不公平 我想让你弄我 但是 老天有天天让我碰到人 知道你一直都想跟我解释 可是我却总是不给你这个机会 对不起啊 小妹 但是 当初遇开你 我是会想伤害你 但是 没想到伤你越来越伤 好了别说了 我不想再让你离开我 一辈子都不要了 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 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 我相信你会回来的 你别磨叽 你紧张什么呀 好几时间没见到了 你说 这是我哥哥好几时间没看见了 我能不紧张吗 那你不用那么紧张了 你看 车来了 车来了 好 好 好 哥哥 兄弟 兄弟 哥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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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我可见到你 哥哥呀 好几十天了 我要叫大哥 大哥 大哥 你好啊 哥哥 哥哥 今天咱们老张先生 是双心离门的 兄弟相见好几十年 不容易呀 哥哥 不容易 今天是咱们家大起的日子 咱们都不哭 你值得结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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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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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不用客气了 我手上现在正好有一笔贤主资金 来 我的公司 这是个无底洞 万一你的钱打进来 一家人咱就别说两家话了 亲家 我敬你 对对对 当初你说我要是在天把火加把劲上你那真就是亲家 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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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现在我们不是亲家 对对对对对对是亲家 来来来来 敬庆典一杯 这个老样子 来来来 对对对对对对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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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